各位学员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给大家讲一讲NMAP的主要参数介绍第一部分 那么在NMAP这样一款扫描工具当中 它把我们的扫描参数归为以下几个大类 大家打开我们的软件 我们在命连行之中输入NMAP之后 NMAP给我们提供的这些参数的一些解释 它自己也会把它分为不同的功能分类 那么在这里它的功能分类主要分为以下几个大类 首先第一目标说明 第二主机发现 第三端口扫描 第四端口说明和扫描顺序 第五服务与版本探测 第六脚本扫描 第七操作系统探测 第八时间和性能 第九防火墙IDS规避和欺骗 最后有一个输出选项 我们在我们的软件的命连行之中 也可以看到一些对应的这种分类 那么我们首先来讲一讲第一个功能分类 目标说明 其中它提供了几组参数 首先第一个杠小I大L 也就是说从主机地址列表文件中导入扫描地址 就是使大家可以在批量扫描一些目标的时候 自己建立一个txt的这样的一个地址列表文件 我们可以在NMAP之中导入这样的一个文件 对其中包含的这些地址进行一个批量的扫描 在这里我们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打开我们的记事本 在这里我们可以输入一些目标 我们可以随机的一些输入一些目标 包括一些域名等等 比如我们输入了这样五个地址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保存 我们在这里保存到我们的地盘 给它命名成 ip.txt保存 在这里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参数 对目标地址列表的这样的一个文件进行一个直接的调用 我们输入NMAP-iL 然后刚才保存在地盘下面 有一个ip.txt 在这里我们运行 好了 经过短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等待 它就将我们txt这个文件里面包含的这些地址 全部都扫描了一遍 首先大家看 192.168.0.1 有这样一些端口在打开 然后百度 它的这样的一个加速的分服器 然后有这样的一些端口在打开 大家看 这个我们设定了五个目标 其中只有两个是开启的状态 那么我们刚才设置的目标里面 还有一些是关机状态 或者说它根本没有扫描到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个从地址列表文件里面导入进行扫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第二个参数 -i 大写的r 也就是说随机选择目标进行扫描 我们后面可以指定一个需要扫描的一个数目 如果设置为零 那么nmap就会无休止的对网络进行一个扫描 下面有-exclude 我们在扫描一个网段的时候可以排除某一个地址 我不对它进行扫描 包括最后的exclude file这样的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就与我们刚才演示的通过这样一个地址列表文件 对扫描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进行一个排除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在这里我们输入nmap 192.168.0.1 192.168.1.1 然后我们可以使用exclude这样的一个命令 我们把192.168.1.1这样的一个地址排除在外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演示 也就是说nmap只会扫描这样两个地址当中 192.168.0.1这样单独的一个地址 大家看这个时候扫描结果就显示它只扫描了这样的一个地址 那么第二部分的功能归类主要是主机发现 其中-sl是一个列表扫描 仅将指定的目标ip列举出来不进行主机发现 下面-sn和-s大写的p这样的一样 它只用了pin扫描进行一个主机的发现 但是并不扫描目标主机的一个端口 也就是我们使用命令行pin命令 进行一个目标主机的一个连接测试 -pn将所有的指定的主机视为已开启的状态 跳过主机发现过程 也就是说我们对一个网站的一个目标网络进行扫描的时候 不管它其中的一个ip列表中 哪些主机是开启的 哪些主机是关闭的 它全部进行一个扫描 这里我们简单演示一下-sn这样的一个功能参数 通过这样的扫描 它只会去推测一下 它是否在线 并不会对其端口进行一定的扫描 那么主机发现中还提供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参数 比如-ps 它是设置了一个s1n标志位的空TCP报纹发送 默认端口为80也可以指定端口 -pa发送一个设置了sq标志位的TCP报纹 -pu发送一个空的udp报纹到指定的端口 这样的一个参数可以穿透止过滤TCP的防护墙 下面还有-p0使用IP协议进行一个pin操作 -pr使用ILP协议进行一个pin扫描 -n大写的r 那么-n是不用域名解析 它会加速扫描 -r会为目标IP做反向的一个域名解析 扫描速度较慢一些 最后还有一个dnsservice可以自定义域名解析服务器的地址 最后-traceroot 目标主机路由追踪 这个和DOS命连行的traceroot功能类似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我们还是以百度为例 稍等片刻 大家看在这里 我们就把目前我使用的计算机连接到百度的路由列表 这样就给测试出来了 那么第三大类的功能为端口扫描 也就是扫描目标主机的端口状态 nmap会将目标端口分为六种状态 有开放的关闭的被过滤的或者未被过滤了 那么未被过滤在这里特别说明一下 是可访问但不确定开放情况 然后有开放或者被过滤 那么无法确定端口是开放的还是被过滤了 最后有一个关闭或者被过滤 也就是无法确定目标端口是关闭的还是被过滤的 那么nmap作为一个网络扫描的软件 它产生的结果是基于目标机器的响应报文 那么这些机器可能是不可信任的 会产生一些迷惑或者是欺骗误导nmap的一些报文 对于返回的数据包nmap就将分析结果分为这六大类 那么在端口扫描当中提供了很多的参数 -ss 也就是TCP-SYN扫描半开放 速度快隐蔽信号 在这个过程之中不完成TCP的握手链接 能够明确区分端口状态 -stTCP链接扫描 容易产生记录效率低 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不推荐使用这个参数进行扫描 下面-sa 是一个TCP-SYN扫描 只设置了一个SYN标志位 区别被过滤与未被过滤的这样的一个端口情况 -su udp服务扫描 比如 dns dhcp等等 那么这样的一个扫描效率比较低 那么在端口扫描之中还提供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参数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在这里不详细进行一些解释 nmap的第四个大类就是端口说明和扫描顺序 在这个分类当中我们最常用到的是一个-p这样的一个参数 它是指定扫描的端口 可以是端个端口 也可以是端口范围 可以指定udp或者TCP协议扫描特定的一个端口 那么-p加一个协议的一个名称 比如-phttp 即可扫描使用http协议的一些端口 下面有一个排除指定的端口不扫描 这和之前我们所说到的ip地址的排除是一样的 有一个-f快速模式 仅扫描100个常用端口 我们打开nmap做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对192.168.0.1这样的一个目标主机 只扫描一个80端口 那么大家看这个时候返回的结果就是80端口被过滤 那么这节课给大家留一些客户作业 希望大家在客户使用本节课我们所讲到的命令 进行网络扫描的实际操作 自行查阅研究其他一些参数的不同使用环境 好的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